這是我的那個 一萬塊的序號 有發現嗎? 他說我已經領取該序號了 又出現新的BUG了 初心之戰它就是一個課金遊戲 你們覺得課金遊戲幹嘛還要玩幹嘛的 沒錯我就講課金遊戲 我已經強調它是課金遊戲 但是如果你是課長 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白姓 很多話沒有人敢講 但是還是得有人出來講 歡迎來到百姓敢講單元 那有關於昨天RO先進傳說 初心之戰的儲值問題 我們在昨天直播已經收到官方的序號了 而且我有收到科普的回報 那他們內部應該不知道是系統還是什麼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有做這個改善 這一點非常好 但是 今天又出了狀況了 我們今天有一說一 我絕對不會因為酸民而去亂噴 我們今天有什麼事情有什麼狀況 我們繼續跟各位來做一個解說 說明給各位看一下 相信大家知道今天已經出了這個 儲值的兌換的系統 那給各位看一下 我剛剛又出了1萬塊 對 因為它那個序號是可以兌換的 昨天我們已經收到官方的回報了 有一說一喔 那我們現在輸入兌換 這是我的1萬塊的序號 有發現嗎 他說我已經領取該序號了 又出現新的bug了 有點傻眼 對 昨天才剛解決 今天又有bug 嗎 應該是有bug 沒有關係 我們去官方的網頁回報 那順便給各位看一下昨天的內容 這是官方回覆的 他說狀況也進行優化了 需要也發送了 所以 這是沒有問題的 OK 但是今天我們發現什麼問題了 來我要問題回報 你看到沒有 這上面是艾如初見 它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艾如初見 一個是他們的平台 我現在要去初心之戰的地方回報 沒辦法回報 我只剩下這個平台可以回報而已 對 那 我們一樣 我們不用急 我們不要急 我先用這個平台去回報給官方 好不好 看他們的處理狀況 因為它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 只剩下什麼線上商城 或建議以回饋 懂嗎 跟之前比賽比較不一樣 就是項目不一樣啊 例如說我打初心之戰 它裡面可能會有 呃 遊戲問題 這邊你們看不到畫面 沒關係 我現在只能用這個平台了 對 沒關係我一樣回報 但是我覺得官方這個 有 如果你急著要用的話 你應該先把東西先測試好 這個東西 來的太快了 變成我會覺得好像沒有做好完善 然後不只這個 還有其他問題 一併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那我希望官方知道的話 官方看到的話 也可以趕快去做改善 首先第一個 這個初心之戰的割草問題 那相信很多人 也都知道我們去割那種高等級的 可以掉卡車 這是給中小課 甚至無課的一個 我認為是 呃 小確信 對 但是官方把這個東西拿掉 那官方的說法是說 它防止工作室 但是 我必須 很中肯的說一句 我 不是這麼 認為 跟工作室的絕對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把割草系統拿掉 難道工作室就會消失嗎 不會 但是你把割草這個功能拿掉的話 這些中小課 甚至無課的玩家 他們就少了這個小確信了 對於我 我有在課金的 那我自己是不會去割啦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因為割了一整天 那官方說說因為工作室 所以我認為不完全是 對 你說工作室 工作室不會因為你把割草會掉卡片 拿掉 工作室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我還是建議官方 可以的話 還是讓它保持原來的狀況 可以讓我們在打草的情況底下 可以拿到 呃 卡片 但是可能不一定拿那麼高等級的 或許這是個折衷的辦法 這是我的建議 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 寵物的問題 那寵物的問題是 很多人它有寵物 但是寵物開了就不見了 那相信官方的雲端的伺服器 應該 應該啦 應該還是有這些系統才對 就是有這些系統的流底 就這個 那我建議 如果大家有的話 先不要開 先不要開 我開了兩個了 那如果系統有的話 到時候還給玩家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寵物的問題 第三個 ZB的問題 ZB一直以來很缺 哪怕我有在課金 我自己在課金 我都覺得完全是不夠用 我覺得這個問題 可能要真的去大幅做改善 有課金都沒辦法 都花不夠了 那沒課金怎麼辦 對啊 所以這個希望官方能夠 有做改善的措施 或方法出來 不然這個ZB 就是要人家一直儲 這個後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儲值的問題 那第四個 元素秘境 元素秘境 這個地方是練等的 官方有 有允諾說 它會去修正 官方提到是50到60幾的怪物血量 改善戰鬥節奏 這個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你是調整50到60 而不是全部調 是要等到之後60幾 再看玩家的 攻擊輸出跟機體之後 再調血量嗎 我覺得是怎樣就是怎樣 因為可能台灣人比較會玩遊戲 但是我覺得不要有差別待遇 對我們台灣常常會有一些特製版 怪物的血量攻擊力都爆感多 但是我覺得不要有差別待遇 對 不能說因為我們比較會玩 我們比較會剋 所以把怪物調比較強 這個我 不是 這個我真的是不贊成 你要調就一次調好 不然我打到超過60幾的怪物怎麼辦 我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因為我在元素秘境裡面 我打的怪物的血量 有夠多爆感多 但是我的經驗值的效益 跟血量不成正比 等於我在外面掛網 比在元素秘境裡面掛 來的效益來的好 那這樣設計就沒有意義 所以變成是說 我有課金 我基底夠強 但是我也都不去元素秘境裡面掛 這個問題就算蠻大了 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在這邊打怪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 來一隻167 一隻167 一下就秒 基本上一下就秒了 我還是用範圍計 單體是一定一下秒 我們現在去元素秘境裡面 我打最低等的 56級 就有等差的喔 那你看我打這個怪物 怪物 我是怎麼打 給各位看一下 有看到這個經驗值嗎 有看到我打怪物嗎 這是56級的欸 這是56級的怪欸 你看這還沒死 對啊 不成正比 這官方可以的話要趕快修正 不然 我 我幹嘛進來掛 我進來掛效益有沒有比較好 而且又很少又很閃 給各位看畫面 這相信大家 大家一定有同樣的問題 對 好 不要浪費時間在這邊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 關於儲值的問題 那我跟各位來個 我自己玩這款遊戲 玩的 應該說 玩的算蠻透徹的 我花的錢也不少了 那我自己給各位 的這個遊戲的這個一個評價 這個遊戲基本上 呃 初心之戰它就是一個課金遊戲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們覺得課金遊戲 幹嘛還要玩幹嘛的 沒錯我就講課金遊戲 我已經強調了 它是課金遊戲 什麼意思 就是你這款遊戲 你只要花錢就可以買到爽 裡面的卡片 基本上我幾乎都買了 我需要的物資 我基本上都買了 所以我 我自己來看 初心之戰 它是一個 儲值 來買快樂的遊戲 如果你要0課 或者無課的話 遊戲體驗不會 那麼好 這是我自己 玩這麼多天的 新的感想 你看網卡我可以用買的 因為我每天都要再儲值 那變成說這個遊戲 它是比較屬於 用儲值在玩遊戲 而不是以技巧玩遊戲為 優先考量的 所以如果你要玩這款遊戲的人 我自己的建議是 你有預算要玩的人 再來玩 如果你沒有預算要玩 的話 你可以農那些卡片 沒錯 農那些卡片 然後去賣 因為每天會有一個coda 大家統計出來 一天大概100張卡片 賣那個卡片 或許還是會有小確幸 但是你要變強 我覺得是很難 超難的難 你真的要能夠 跟那些課金的人 能夠追得上 就算給你一年 可能也很難 就是 我不玩 我從現在開始不玩 一年後 一年後 你要追到 你要跟我現在身上的東西要一樣 我覺得 超級超級難 甚至我可以說 不太可能 對 因為我隨便一張卡片 可能 我就除了 呃 至少幾千賺 等等 所以這是我自己一直玩起來的 這款遊戲的一個 看法跟感想 給大家參考看看 所以你假設自己是 呃 沒有要花 錢 的人來玩的話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課長 你本身想要花錢買快樂的人 我認為你會在上面買到快樂 因為我就是 花錢在上面買到快樂 雖然說我現在有點不太快樂 好不好 OK 好 以上這幾點的 這個建議給官方 齁 那剛剛有這些東西也是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齁 那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大家也歡迎留言下方來 告訴百姓 齁 也留言給官方看 因為官方會看我們的頻道 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今天百姓敢講的單元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按個訂閱 小鈴鐺 喜歡訂閱旁邊的按鈴鐺 隨時可以出來百姓敢講的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